有句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美国就是如此 在特朗普蓬佩奥的带领下 美国这辆卡车正在疯狂标志 随时可能爆胎或冲下悬崖 美国的疫情暴乱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 他们依然把打压中国放在第一位 然而就在美国试图就打压中国方面加码之时 突然遭遇三重打击 第一重打击 美国疫情更加危重 美国疫情从未知症缓解 已经严重危机经济 特朗普之前急得挠头 憋在白宫非常不爽 然而美国白人警察跪杀非裔男子事件 引发了美国全国性的大示威大游行 本来特朗普还不知道以什么理由解除禁令 结果全国性的示威游行 相当于自动解除了政府禁令 而且政府还没有任何政策上失误的责任 都是选民自己到街上示威的 并非政府要求的 至于特朗普也开始打高尔夫球和竞选机会演说了 然而 新冠病毒可不管三千二十一 只要给它适合传播的环境 它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美国如此走下去的结果 只能使疫情进一步恶化 不会有第二个结果 在特朗普的促进下 现实报来得非常快 6月25号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 4156例 创了新冠爆发以来 美国确诊病例的新记录 事实上 美国疫情远比数字显现的严重 原因是 美国的检测速度 一直赶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 这掩盖了疫情的真实状况 早前纽约州曾随机抽减三千人 结果13.9%的抗体呈阳性 当时就有分析认为 美国实际感染人数是统计的十倍 这一结果 现在获得了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进一步证实 他估计 美国实际新冠感染人数是确诊人数的十倍 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现在已经有接近2500万人感染 美国感染规模如此之大 是不是疫情要见顶了呢 恰恰相反 美国疫情不但没有见顶 事实上还在上升趋势当中 之前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就明确表示 当其他国家开始讨论 是否会发生疫情第二波时 美国还处在第一波 事实上 现在还不是疫情传播速度最快的时间 预计到了今年90月份 到了美国的流感爆发季节 美国的疫情将会和流感交叉并发 到那时将是更加严重的疫情 日确诊超过10万例都有可能 所以美国疫情不但没有到峰值 实际上才是处于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 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还警告说 新冠疫苗的有效期可能有效时间只有一年 福奇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很可能是根据病毒的变异状况做的判断 根据对毒株的分析 在中国流行的病毒和在欧洲流行的病毒不一样 而美国流行的病毒和中国欧洲的病毒也不一样 现在全球各国流行的病毒 几少来自中国 基本都是来自美国和欧洲 以澳大利亚为例 来自中国的病毒感染病例只占0.1% 而来自美国病毒感染的病例却占70% 这样的疫情意味着什么呢 这样的疫情对美国最大的打击是经济 美国作为消费为主的经济 如果疫情一直这么持续 对经济的打击必然是深层次的 甚至某些方面是不可逆的 其实很多人现在还不能充分认识到 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很多人依然认为虽然有很大影响 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 在我们看来 这还是对疫情缺乏充分认识 这次疫情的改变在很多领域不但不可逆 人类社会的很多行为方式都会改变 在很多领域的改变 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所以我们将这次疫情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次疫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你根本无法遏制 它会不断的扩散传播 甚至未来疫苗都不一定能挡得住 因为病毒会不断变异 疫苗是否防得住 能防多久都是未知数 失控的疫情在全球蔓延 会彻底颠覆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和发展模式 然而面对这种变化 美国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 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 到冬天可能每天确诊超过10万例 这对美国的经济打击将是持续的 在一些领域必然是不可逆的 现在美国经济看起来还好 原因在于美联储短时间内疯狂释放流动性 巨额流动性暂时支撑了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 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和人类活动方式受到了严重影响 美国经济增长未来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是持续的影响 新冠疫情将很可能将中国GDP追上美国GDP的时间缩达三年 疫情危重的消息意味着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这是第一重打击 第二重打击新冠证据找到了 美国打压中国试图将新冠疫情的责任甩过给中国 为此美国政府消耗了大量政治资源 使出了吃奶的劲 很多美国民众被忽悠了 所以民调真的是70%的美国人都认为责任在中国 然而在国际社会 美国的说法从未得到认可 早在一两个月前 法国就爆出了2019年12月 法国就有新冠发病的病例 意大利专家则称 意大利2019年10月就有了新冠病例 种种迹象都表明新冠病毒并非来自中国 中国也不应该为此负责 事实上来自美国的疑点更多 在这次全球抗疫大战中 中国帮助他国抗疫 以及支持世卫组织联合各国抗疫 是真的为全球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美国却没能做出丝毫贡献 倒是拖了很大的后腿 全国很多地方的病毒都来自美国 然而就在美国不断污蔑中国之时 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曝光了 据新华网转引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声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6月26号发布公告称 该校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去年3月采集的巴塞罗那废水样本中 检测出新冠病毒 公告称 巴塞罗那大学肠道病毒小组的研究人员 对当地废水样本做了检测 结果发现在去年3月12号采集的废水中 已有新冠病毒的踪迹 此前该小组的研究人员 已在今年1月15号的废水样本中 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 而西班牙本土直到今年2月25号 才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 研究者认为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其他地区 很可能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但许多病例会因被误诊为流感病例而被掩盖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报告说明什么 说明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 很可能早就有了 只是中国最先报告而已 这再次表明 美国制造病毒来自中国是莫须有 是政治构陷 而美国拒绝世卫组织的调查 则可能是作贼心虚 现在各国越来越多的证据 让美国开始陷入独立 美国的政治构陷越来越站不住脚 美国正变成一个自说自话的流氓国家 所以西班牙的这一研究 对美国构陷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整治打击 美国可以继续忽悠国内选民 在国际上却不断失去民心 第三重打击 盟友离心离德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2号证实 计划将驻扎在德国的美军数量 从3.45万减少至2.5万 并批评德国联邦政府违背北约的约定 没能将军费开支 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对此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当地时间6月26号 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有重要的理由继续维护跨大西洋国防联盟 但如果美国自愿放弃 其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 那么德国就必须从根本上 好好考虑未来的跨大西洋关系 事实上 就在日前 中国领导人与欧盟领导人 举行了重要的视频会晤 奠定了接下来中欧深度合作的基调 7月1号 德国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默克尔之前明确表示 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 在中欧即将展开合作之际 美国却表示要发起对欧盟的贸易战 准备对30多亿美元的欧洲商品征收关税 这些新闻都说明 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些尴尬 美国不但无法说服欧盟联手对付中国 美欧之间反而在特朗普上任后 嫌悉越来越大 如今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 美欧在战略发展方向上已经有了明显分歧 美欧最典型的战略分歧 在疫情爆发后比较凸显的有三方面 一是在对待世卫组织的态度上 欧洲各国全与美国态度相反 甚至英国的态度都与美国截然相反 英国政府甚至向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 捐款2亿银榜 这和美国取消缴纳会费形成鲜明对比 二是对待中国的态度上 美国一直想甩锅给中国 欧盟一直与美国态度保持距离 在新冠抗议合作方面 欧盟国家也比美国积极的多 意大利甚至完全按照中国专家的意见抗议 三是近期欧盟明显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双方接下来必有重磅的深度合作 而美国却在继续打压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美正在走向局部脱钩 然而中欧却开始加速靠近 这些变化都决定了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的步伐在不断加速 而美国的情况并不乐观 美国在川建国的带领下正在将擎天柱一样的重型卡车 开上250